佩奇,孩子们有没有便宜,不要动啊 佩奇和乔治,佩奇一家去度假了 佩奇和乔治都非常高兴 猪爸爸有一个惊喜给大家 哦,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camping car,camping van 猪爸爸说,哇,你看我们有一辆露营车了 哇,佩奇和乔治都高兴的跳起来了 哇,爸爸开了一个黄色的露营车 我们去度假咯,我们去度假咯 开着露营车去度假啦 爸爸,你要看手机 爸爸拿手机照亮呢 佩奇唱着歌,哎呀 猪爸爸看地图警叫着起来 猪爸爸,妈妈 他们没唱歌,你要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good deal 猪爸爸 猪妈妈说道,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呃,猪爸爸说,呃,好像是这样吧 呵呵 因为猪爸爸做什么呀 map rating,是不是 这个是,这个是他们看到谁了 看到了Dunny Dog和他的爷爷 碰巧从这路过 他说,嘿 拍吧,拍吧向他们喊道 嘿,我们迷路了 Dunny Dog的爷爷说,什么?迷路了? 你们不是有导航仪吗? 你们的车上就有navigator呀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哦,狗爷爷解释道 导航仪也是帮助你们 找到正确方向的这么一台车载电脑啊 然后,狗爷爷就过来帮他们了 哎,一下就打开了 然后就听到导航仪里说什么呀 欢迎来到蔚来汽车系统哦 你能告诉我们 像,拍吧说 你能告诉我们该往哪儿走吗? 导航仪说 OK 请执行 车就沿着一条路一直开 猪爸爸谢过了狗爷爷一家人继续上路 我们去度假咯 我们去度假了 开着我们的露营车 去度假了 We're going to campings We're going to holiday In the happy wind 突然露营车没有油了 爸爸 哎 他得是去中国 他们没去中国 他们去好了 得是他们去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猪爸爸就找不着油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看不看到谁了 他们看到了 Sushi和他的妈妈从这边路过 哎 佩琪好 Susie 我喜欢Susie的妈妈 做的眼色衣服 那个眼色衣服 好好看 我也喜欢Susie的 Susie Susie的妈妈衣服 好 孩子们快睡觉了 鼻子不说话了 佩琪说的 我们找不到油箱了 羊妈妈说 啊 找不到油箱了 我对这个油箱的事 一点也不了解呀 但是我可以试试看 有可能我说的不对 但是 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是油箱了 羊妈妈掀开车后盖 一看 哎呦 果然 干得漂亮 猪爸爸把油倒进了油箱 咕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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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 猪爸爸卸过了羊妈妈 然后大家继续上路了 他们一点点开一点点开 佩宝说我们快到了吗 导航一说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佩琪一家 佩琪一家来到了一座很陡道山坡上 导航一说 现在我们到了目的地了 佩琪一家都非常高兴 哎呦我们到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然后大家在哪睡觉啊 他们买的是 他们租的是什么车呀 Temper Wain 他们可以睡在车里 猪妈妈说 该睡觉了 该睡觉了 佩琪和George已经换上他们的什么了 睡衣 对了 已经换上他们的睡衣了 可是我们睡在哪呢 佩琪问 我和猪妈妈睡这张床 爸爸按了个扭 就弹出来一张床 哇 好可爱的一张大床啊 你们两个睡在楼上 就像在家一样 看看这个 猪爸爸又按了一个电钮 嗡嗡 又开了一个床 突然露营车的顶开了 一张双层床出现了 猪爸爸把佩琪和George都塞到被窝里了 露营车就像我们小吴 佩琪说 晚安啦 导航一说 那孩子们做个好梦吧 于是大家都睡觉了 这个故事啊 就是佩琪和她的家人去露营的故事 好 好 爸爸会放暑假了 好了 孩子们早点睡觉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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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